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在一个婚姻或者是一个家庭里面 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 婚姻一定有难处的嘛 家也绝对会碰到难处的 不会有人永远一帆风顺 但是碰到难处的时候 孤单是一个可怕的感觉 就是我周围都没有人 就我一个人在面对这些 但是谢谢主我们有家人 但是谨慎 家人在这个时刻应该成为他的支持者 而不是再捅他一刀 让他受伤更深的人 好像约伯 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 而在这个时候 太太的一句 可能我猜 也许只是一个情绪性的 一个不经意的一句话 你却死算了 我想那个时候对约伯来讲 再大的困难都 我都还可以挺 可是太太这样说 恐怕我会觉得说我要垮了 在这个时刻做太太的可能觉得我也有我的情绪 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情绪 但是我不要跟着感觉走 感觉是什么 就是你的情绪嘛 不要跟着感觉走 好像诗篇第39篇里面 我很喜欢这篇诗篇 它说 有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勒住我的口 我不要说话 我不要说话 我说我知道这个时候我有情绪 我被他激怒 我很生气 我这时候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一直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压抑我的情绪 我不承认我现在有情绪 我不承认我现在在生气 或者是我压住我自己 压抑有一天会爆发的 可能爆发起来的时候 可能伤人更深 就好像在诗篇39篇里面 他说到说 他说我默想的时候 火就在我里面烧起来 我气得不得了 气到最后我就用舌头说话 而那个时候说的话 你相信吗 你是最刻薄的话 最恶毒的话 最伤人的话 也是后来最后悔的话 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就是会生气 可是谢谢主 我为什么喜欢诗篇39篇 因为他好人性 他说我就是生气 有一个恶人德 我就是生气 我这时候就忍不住 我憋不住 我就是一直告诉我自己 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 后来忍不住了 啪呀说出来了 说了更恶毒的话 但是谢谢主 这一篇诗没有结束在 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 说了不该说的话 接下去 他捅出篓子来了 他转过来对神说 我非常喜欢诗篇 39篇的第四节说 耶和华呀 他转过来对神说 此刻主也呼召你 转过来对神说 你跟谁说 跟谁抱怨 跟谁在那里发泄 都有后一阵 你不要弄到后来说 这些话在外面 传来传去 后来惹出一堆的麻烦来 跟谁说都有后一阵 跟主说不会 主呼召你 主知道你现在 也是一肚子活 你也非常生气 你非常愤怒 但是主说 放下电话 放下手机 不要再找人说 因为跟谁说 都会惹出更大的事来 此刻转过来 跟主说 你说 主啊 主等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